世衛宣布新型肺炎全球大流行 大家都想掌握到病毒的多些资讯 我们今天就请来港大微生物学系 赶助教授袁国勇 和我们讲解一下对病毒和疫情的最新看法 袁教授你好 大家都知道你之前就说 已经用大流行来形容传播情况 世衛刚刚才说是否太迟呢 有没有说一些国家已经错过了关键的时刻 我们最要留意又是哪些国家呢 我相信主要会因为这样所谓迟阻宣布全球大流行 多数都是一些发展中国家 因为很多时候因为发展中国家 他们本身的资源已经很有限 所以他们基本上就听了世衛讲 世衛觉得未去到很严峻的情况 很多时候他们都未必会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 可能好像其他季节性的枢级病毒感染一样 在冬天就差点 夏天就好点 但是它未必会完全消失 除非所有国家同时可以用围堵政策 令到这个病毒在他们的国家 是完全消失力值 然后才可以好像沙士那样斩断 但是这个情况越来越不乐观 多数不会发生的 要令到全球的人口都有七八成已经有中和抗体 即是有免疫 然后这个疫情才会完全舒缓 如果不是它就会好像季节性流感一路持续下去 现在两个几月了 疫症来了 预计香港的疫情何时才见顶呢 和香港现在的确诊中数已经一百多宗 数字比其他地方算不算少 我相信就不会见顶了 它会继续慢慢慢慢增加 但是我们最重要是不会有一个所谓几何级数的上升 就是好像我们所谓噴井式或者火箭式的上升 就已经是成功了 因为我们明白到一件事就是 我们香港市民甚至全世界的人民都没有对这个病毒有抗体 没有那个所谓免疫力的 但是如果我们做足了一些东西 但是同时也都间中会有一些输入个个案的时候 那样的数字仍会上升 不过就不是一个几何级数的上升 而是一个普通的慢慢的上升 这个是无可避免的 你说很理想 是否为香港的围堵政策都见效呢 还有之前说过可能最少要围堵一两年 但实际上又怎样可以做到围堵一两年那么久 如果你不继续这个围堵政策 市民慢慢的警惕性慢慢减低的时候 这个情况就会发生 会突然间可以很多人入医院 很多人会死 所以我不是在这里吓大家 如果我们不是这么早将防御的级别 由最初的警惕去到Series 然后到这个emergency的话 我们根本今天的情况应该就是 跟韩国 或者跟意大利和伊朗有一些分别都没有 但是你见到那种围堵政策 你现在这一刻预计要再需要多少时间去做呢 还有整个策略有没有什么要调整或者要检讨一下 我觉得最重要是现在慢慢如果我们能维持到在香港没有大的爆发 应该慢慢是进入一个所谓叫做适应期 甚至是一个将生活开始越来越进变回正常 正常的意思不是叫你不做手卫商不戴口罩 这些东西全部都做足 但是我们一定要上学 上班 还有我们应该有社交活动 我们不能长期没有社交活动 市民要时刻保持这么高的警觉 不一定会维持到很久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维持到夏天 已经很好 因为通常去到夏天的时候 病毒在一个环境 生存的时间很短 于是它那个传播没有那么厉害 第二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 我们的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病毒的反应 通常没有那么激烈 我们看得到 所以的时候病人的数量会低一点 到那时候我们不是说因为这样 那我们要将那个警觉降低 而是我们到那时候 我们那个社交活动是可以多很多 举例就是可能我们先给大学上学 观察14天都没事 那我们就给中学上学 又观察14天都没什么大事 没什么特别的增加 没什么爆发的时候 我们开始给小学上学 甚至幼稚园上学 最危险就是小学到幼稚园 因为他们的小孩 很难不要他们保持其他警觉 戴好口罩 做好守卫生 增加社交距离 这些是很困难的 小孩见到面就抱着石石 接着交换口水避体 这个是差不多不可以避免 所以一定是社区里面 那个传播是差不多接近没有 我们才会给小学生 或者幼稚园开始上学 但是你说到上学 之前问过你 就说依据本地感染 找不到源头那些开始计28天 但是要返回其实是3月头 而之后计28天 其实最早可能月尾就可以了 没错 去到4月20多了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输入过外 这些是否不计算呢 如果他很清楚找到源头 是输入过外的源头 那我们一定不可以计算 不然你永远都不可以上学了 因为全世界都爆发了 全世界的个案 会慢慢逆向输入 那你逆向输入那时 那你怎样呢 那你永远都不能上学了 那我觉得不行的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 继续保持那个警觉 做足所有的防疫措施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 去令到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回到正常那里 我觉得有一点很担心的 我看到有些人已经开始 甚至不戴口罩 或者就算戴着口罩 也是拉了下来 开始拼命聊天 又开始出回来吃饭 这个很危险 因为大家很多时候不明白 就是戴口罩 是有两个很重要的作用 一就是保护你 不要让别人的飞沫噴过来 但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 根本没有病征病状 但是其实他们是放病毒出来 这个在钻石公主号看得最清楚 我们找到那九个病人 有成六个是完全 一些病征病状都没有 他们放了病毒出来 如果个个人不戴着口罩 这样的话就很麻烦 当然大家要明白 不够口罩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我们做科学家 做医生 我们就不可以 因为说不够口罩 就叫人不要带我们 一定不会这样做 袁教授 你也是政府委任的冠民 朱家团的四个人 其中一个 政府就说 例如说 什么都听专家的意见 点名话 听你们的意见 你开会的时候 是不是会听取 你们的全部意见 以及政府一开始 其实是叫市民 可以不用戴口罩 这些都是听专家说的 肯定不是听我说 我从来都不是这样说的 但是大家也要明白 政府有另外一些考虑 就是去哪里 找那么多口罩给你 其实我们在10月31日 那晚 即是随直那晚 第一次和陈局长开会 已经立刻大量订购这些口罩 不过到我们要问别人拿的时候 别人在机场上 不让你运出去 那你叫政府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 就是 必须政府有些事情是做慢了 但其实政府做对了很多事情 那你们有没有研究到 是不是有些病人 是可以自己康复 或者感染之后 康复的日数要多久 那我们就只可以估计的了 我们不可以真的知道 但是如果那个人 完全没有病征病状的话 他都是要放病毒出来一段时间 很多时候他会放7到14天 但是有些很严重的病人 尤其他本身有长期病患者 那个病毒可以放很久都可以 可以超过21天都可以 譬如他本身是有些癌症的 他在吃抑制免疫的药 可以超过三个星期到四个星期 都可以继续放那个病毒出来 所以大家要明白到 真的要控制疫情 必定不可以只靠一样东西 只靠政府 那还有 例如病毒 很多的测试 或者有些病人 其实都试过 可能他在一些测试里面 是阴性的 但再验到之后就变阳性 是否其实鑽石公主号 都有的日本的病人是这样 是否病毒量比较低 所以不太测试到 或者现行的测试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如果病人已经有了抗体 他仍然放了很少的病毒出来 他传染性是多少 我们不太知道 很多时候病毒 即使放出来 他表面都已经黏住了抗体 所以当我们去中 那个标本的时候 我们是不能中的病毒 所以我们对那些 也未必需要那么担心 但是反过来 他本身是癌症的 是在吃抑压的免疫系统的药 例如类固醇 或者是抗排漬的药 不如是神衰竭做了肾脏移植 那些 他本身的免疫系统 没有办法可以制造出中和抗体 的时候就很麻烦 那些放的病毒出来全部都有感染性 而我们可以在它的样本 直接种到病毒出来 那是两个不同的事 所以大家要明白 这是一些很复杂的医学问题 就不是说 那个人继续有阳性 接着无端又有D阳性 那多重要呢 那个好看病人本身的病房 他感染了之后 例如康复了 他有抗体 那有没有说那个抗体可以抵抗多久呢 这个也是一个其他问题 是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现在 在我们的病人里面 找到的抗体 那个中和抗体量是很高的 可以过了我们的滴度 所谓是320到640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个这样的免疫 起码可以维持好几年 看回香港的防控 围堵策略 当时封关是否 封慢了三拍 有没有一些事情可以 其实可以调整一下 几多拍我不知道 我经常都说 就是 香港开始 由12月31日 开始所做的事 全部都是很正确 直到香港有第一个输入的国案 由内地 就是由武汉输入的国案 接着我们是慢了一点 但是我们都成功 我们都能够把病人的数量 控制到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所以我觉得 你说是否慢了 可能是慢了 是有些影响 但是影响真的不是那么大 你觉得现在 现阶段找回一些 紧密接触者 其他接触者 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策略可做呢 是否要人人都一起 验验口水等等 才找到一些隐形病人出来 我觉得这件事 我觉得 香港暂时是一件事 做得真的不够好 就是那个 测试 测试也不够 这件事我已经 讲了四个星期 起码 四个星期前应该做 就是我们一定要大量 做这些测试 不止只是收入医院 或者在急症室 因为那些只是严重的病人 应该所有政府门诊 甚至是私家医生 他们见到有病例 即他们有病例 那人来到好像流感的 发烧流鼻水喉咙 那些都应该测试 那你才知道 其实常香港的情况是怎样 我们完全不知道 差不多可以说 你刚才也提到 你去过内地考察 就是之前去过武汉 看看 你刚才也提到 你去过内地考察 就是之前去过武汉 那种好多数个位置 会派对 里面大想看 你没考察 你在哪里 不过内地 你给你的 现在 你会把我不认了 不是 你我的 我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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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在11月17日已经有个55岁的湖北居民去染病 可能是第一个感染新型肺炎的病人 你有没有知道过… 我不知道这些是后来找出来的 我去那时应该是1月18日,我应该去武汉那时 应该是1月18日我上去,开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 那时所做的调查哪有现在的资料那么多 所以我也不奇怪,它11月中已经开始有病例 你看回头,将病人的样本和血清再重新测试 可能找到更早一点都未定,我们不知道 还有那次所看的情况,例如你去完后才突然之间 内地急增一些案例,其实我自己也有去武汉 在你早几天之前 是的 都看不到街道有什么异样,或者医院有些大牌长龙 或者有些很灵状的情况发生 那如果现在看回,是否当时未必看到实景 还是当时其实已经有社区爆发 我们没办法知道的,我们那些专家肯定意识到 怎会不意识到呢 是吧,因为我们到1月18、19日那时 我们问上面那些官员,那些防疫的人 他们问了,中南山教授一直那样问 问了很多次,他们终于告诉我们 有一个脑外科病人,感染了14个医护人员 这已经是一个很强的证据,病毒是人传人 很多时,因为他未有那个测试剂 他们很多那些所谓怀疑个案,就职压在那里 但当一有测试剂,测试完之后 这个数目就升得很厉害 我看到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至于说,究竟当时有没有隐瞒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你说是否示范单位好,什么好,随时都是 但是他们也有一个理由,不是假的 就是真的那个测试机刚刚才去到他们那里 我很肯定,除了武汉和湖北以外的地方 除了武汉而外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以外的地方 一定是低得很厉害,这个我觉得不需要怀疑 但是武汉和湖北本身的情况也未是太清楚 会不会突然间又有一个超级传播再来一次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也有理由相信,因为他们多得这么厉害 他们那里本地的人,很多人都已经有了免疫 有了中和抗体 可能是广东省之类,如果28天没有新个案 那是否可以放宽家居隔离 我觉得也可以的,如果他们真的没有 大家要记得,他们刚刚开始复工了 他们复货都未完全复货 你要看久一点,你不能看得这么短 还要看久一点才知道 想问回香港最近一些确诊的个案 例如有一个就是之前一个个案的女儿 相信她最长的潜伏期就有21天的 我想不是,因为变了一定有病人 她的潜伏期是长一点的 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到的 不是一些很特别的事 其他的呼吸到感染病毒 都有同样的问题出现 我们不可以这样将隔离的时间 去到21天,你哪有这么多地方隔离呢 我想14天是非常合理的 另外,今天刚刚也有一个初步确诊的个案 就是一个岁半大的婴儿 如果治疗BB这些应该要怎么做呢 如果婴儿确诊的病情会是怎样的 通常来说,如果婴儿没有长期病患 你不用怎么理他,就这样观察住他 他慢慢会痊愈的 他会流下鼻水,咳嗽声,接着又没有痊愈的 已经是没有事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所谓观察他 好像平时一样搬拆住他 隔离了他,那就已经够了 有些市民平时都很想知道自己 究竟有没有中新型肺炎,会不会是阳性 现在就有些私家医生可以给你做个测试 或者甚至是给你买一个家用版 自己家里滴两滴血就去验 你觉得这些有没有用 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些东西 因为举个例子,你验血 我们做出来,我们有23个病人做了 是发觉最早有抗体都起码要7天 就是你养了之后7天 还有你说大部分有,去到14天才有 所以你只要验血是不准的 最快最早可以测试到你究竟有没有这个感染 是用你的鼻咽色指和喉咙色指 或者是你的心喉的脱液 走去用这个基因测试才会知道 你千万不要只靠滴几滴血会知道 这个是完全错的想法 通常这些抗体的测试 是病人已经病了一段时间 或者他完全没有病症病状 我们用来做研究用 就不是让你自己挤手指滴一滴血 要知道究竟有没有感染 不是这样的 不要相信这些东西 疫苗方面一月的时候 港大研发了要等动物测试 现在去到什么阶段 喷鼻疫苗 起码对动物没有任何伤害 没有任何副作用找到 接着我们现在就发现 动物真的会制造到少少抗体出来 去到人类的测试 这些起码是接近一年的事 新药方面有没有什么进展 暂时我们经常说 有些东西是急不了的 你要有足够的病人 让你测试过 证明真的有效 但这样也不够 你要哪里找那么多药 你要制造很多药 你想想人家口罩都不肯给你 那你说药会不会肯给你 就算有一种真正很好的药 你有钱你也不肯 我们没有钱买口罩我们有 但是人家给不给你 这些才是很实际的问题 所有市民都应该了解 这个困难在哪里 不是说我们想这样就这样 2009年那时 我们从当时周一乐局长 我们都很想他能够 可以在香港制造疫苗厂 那时搞了很多事 结果都不疼 因为没有人愿意投资做这些事 就算政府肯给地 甚至肯给钱你建厂房 因为他们说 你香港只有八百万人口最多 从商业角度来说 根本不会生存下去 理工大学都吵了 五年前他们申请要求 搞快速测试 可以一次过测试到 四十几样不同的病毒 政府都没有支持 这个也要公道点说句 因为当时永远都是这些申请 就是经所谓专家的审查 当专家觉得这些不够新 于是没有给他任何资助 你发现现时就很大问题了 如果当时真的有资助 真的有这样的测试 那根本可以很短时间 很便宜地测试到这些病毒 你现在每个买过我们 去买人家的测试 每个成六百元 五、六百元 其实如果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测试 说是百多二百元的时候 那你省了多少钱 但是你知道这些 所有都是所谓的 就是马牛炮 现在出事了 那又可以怎样呢 我相信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因为所有政府的介数 都是说五年最多十年 这些疫症是每天 二十年一次 譬如十七年一次 然后他都说我理得理那么多 就是他对他们来说 那个政治 就是一天都嫌多 就是他都理了目前 他没有人想长远 我很悲观 我觉得过了这次之后 政府都是会不理的 当年香港政府说 要有三个防疫的医院 专专去做这件事 结果又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 只有整了一间 其实每一间医院 都应该有起码二十张 一些很高规格的 防疫设施 不是没有一间 可能几间医院就有了 不如我们连玛丽院都没有 我们连玛丽院这里 有了所有第三级 微生物的试验室 但我们都没有一个 二十张床是很高规格的隔离设施 没有一个独立给他们的 电脑素描或者手术室等等 直到我们今天也没有 为什么会过了17年 这个沙士之后 也没有发生 这个看得很清楚 就是因为在当年沙士之后 政府面对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是经济 是人们没有工作 失业得很厉害 7% 随时我们今年底 可能10%失业也不奇怪 那你叫他们还搞医院 搞防疫设施 那些不会做的 好 等到经济痊愁了 大家都忘记痛苦 觉得这件事不需要 就没人做了 我可以大胆说一句 这件事多数也会这样发生 当这个疫症过去了 痛苦过去了 经济终于开始痊愁了 没有人会理 这些疫症一定会重演 是一定 从来都没有在历史上 学到功课 从来都没有 每次都是这样 有一个样东西 我都很想说 我在内地看到他们 用很多资讯科技的方法 去进行追踪 进行健康新报 但是香港好像真的落后很厉害 没有人再像香港那样 在海关填了一大堆表 然后摆入箱子里 然后发现有事要很辛苦 拆出那张东西 因为它不是跟 一个很清楚的命令 你怎么拆 我觉得香港在这方面 真的落后得很厉害 沙士到现在已经17年 为什么都是无进步 都是这样 我觉得香港应该向其他国家 甚至是内地去学习 这些东西